第五十一章,大肆封赏。那不是以前那种帮忙般的效力。是奉阿尔利加法师协会过来,坐镇大旗,帮助殷胜之,帮助大旗的。一旦吃下这诱饵,他就要听令殷胜之了。事实上,不只是他如此。其他那些原神真人,或者法师,都是如此。这让康匪斯高等炼金法师有些犹豫和畏缩。 不过,康匪斯高等炼金法师犹豫未缩,而其他人却看到了机会。尽管只有少数几个聪明人隐约知道了什么,其中就有着一个高等法师利瓦伊。这是一个同样迷宫已经达到十级,期待冲击大法师的高等法师。最早,殷胜之刚去阿尔利加的时候,还和其起过小小的冲突。 刚才,他亲眼看到殷胜之是如何成就大法师的,再加上和乡曲广无的一战,他也在场。 只是,他的魔功迟迟不能构造完美,让他冲击大法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要知道,利瓦伊已经57岁了,如果三五年之内再不能成为大法师,那么随着气血衰败,那么他就将再无机会。 而是和其他的那些念过60多岁的法师们一样,很快地魔功退化,迅速苍老死亡。 一个法师,如果不能成为大法师的话,很少有活过70岁的。 而基本上,他们在60岁左右,气血就开始衰败,再无成就大法师的机会。 这也是大法师的数量如此稀少的很重要原因。 一个人,能够在30出头成为正式法师,就已经算是资质很出众了。 而从30岁到60岁只有30年而已。 30年的时间,从星桥法师突破到大法师。 这其中的难度可不是一般的高。 不是精彩绝艳,又有完整传承之辈,绝无可能。 而那些野路子法师,也许更加精彩绝艳,但是没有完整传承,在任何一个关卡耽误几年,就再也没有成为大法师的机会。 所以无数法师,努力一辈子,刚刚成为高等法师的时候,就已经面临气血衰老的局面,从而爆汗一生。 利瓦一高等法师,也面临这种局面,不能再短则一两年,长则三五年的时间成为大法师,那么他就再无机会。 而此刻,对于利瓦一来说,却是绝佳的机会。 他心潮澎湃,居然在康匪斯高等炼金法师还没有开口之前,忽然就冲入了议事厅之中。 丹西贵道,道,总督阁下,我也愿意为您效忠,为西南总督府效力。 殷胜之一笑,道,那我就封你为正六品的护法法师。 一句话说完,就有着相应的气韵落下,利瓦一高等法师露出狂喜之色来,道,多谢阁下。 这才接受了强大气韵的降临,然后退了下去。 尽管这气韵并没有一股作气地帮助其进入大法师的境界,然而他已经十分满意了。 因为,他现在的魔宫还没有构造完美,现在若是圣化了,反而会给日后留下极大的隐患。 而刚才强大的人道力量贯穿冲刷之下,却将其魔宫给重冲刷调整,让他的迷宫更和谐完美了不少。 这起码节省了他数年的功夫,让他更加有信心在气血衰败之前成为大法师。 所以,如今六品之力对于利瓦一高等法师来说刚刚好,能够帮助他剩下数年功夫,早一步将魔宫构造完美,又不至于一步登天直接成为大法师。 哦,这等人道力量补全之下,我的迷宫更趋向完美,再有两三年时间,我的魔宫就能够彻底完美。 那时候,如果我再有更多的人道力量的话,那么成为大法师也不是问题。 不过,显然想要得到更强大的人道力量,就要为殷胜之立下更大的功劳才是。 否则,殷胜之肯定不会无缘无故地封其更高品的官职。 不过,这已经是能够努力做到的事情,难道不是吗? 看着利瓦一笑容满面地退下,康匪斯高等炼金法师终于心动,同样进入大厅之中,宣誓效忠,接受了三品护法法师的官位。 这是殷胜之今日封赏的最高等级官员,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示不满。 要知道,康匪斯高等炼金法师,可是大法师级数。 哄,强大的气韵贯穿于康匪斯高等炼金法师身上。 这种力量之下,让他的迷索都开始膨胀起来。 这让他十分满意自己的选择。 因为这点力量,虽然还不足以让其突破十二级。 但是,这是细水长流的力量,只要他担任这官职,就有着一份力量供奉。 更加重要的是,殷胜之现在只是西南总督,还不是大齐皇帝。 现在他顶多也就是能够封三品官吏,这还有些为止。 也许,要等到殷胜之成为真正的天子,才可能封其为护国法师。 那时候,也许他才能凭着强大的力量,突破十二级。 有着康匪斯和利瓦伊这两个人带头,许多脑袋转得足够快的阿尔利加高等法师,已经隐隐约约的明白了什么,一个个直接向着殷胜之求取官职。 殷胜之也不吝惜,尽数封为从七品。 封赏已必,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可谓是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之外。 当所有人退下,殷胜之回到后院的时候,眺望天柱,微微松了一口气,只是消耗了大约十分之一而已,比我想象之中的要少多了。 封赏官职,这都是要消耗气运的。 尤其是封赏修行者,消耗的气运更多。 无他,同样品级。 普通官员不过只是假格,不再担任官职,这份气运还是要还回来的。 但是修行者,确实会将这份力量给消耗掉的。 西年太上道法如此强大的大兆,朝为什么会灭亡? 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供奉的修行者太多,消耗了太多奇异的缘故。 从此之后,朝廷在赤封修行者的时候,就已经十分谨慎了。 比如尽量不封高位,尽量减少赤封修行者的人数。 殷胜之今天一口气封了数十位修行者, 哪怕大多不过只是从七品,但是所消耗的气运,依然是一个天文数字。 是整个西南七州,数百郡县,数万军队,上千万百姓的气运凝聚的天柱,都被他们消耗了十分之一。 第52章,成就大事。 而且,这还不算一次性的支出。 好在,如今西南总督府虽然已成,天柱已立。 但是论起对西南诸州的通知,不过只是很粗糙而已,还有极大的潜力可挖。 估计数年之后,随着统治的深入,最少还有五六成的潜力可挖。 而且,阴圣之的目标也不在这西南总督府上,而是在神兜。 此刻,心灵迷宫之中,地狱古堡已经消失不见,只剩下神霄天宫。 却是地狱古堡已经突破十一级,成为了货真价实的迷索。 而阴圣之的心灵迷宫却没有达到那种程度,承载不起迷索。 所以,此刻迷索已经在星界之中,和阴圣之有着一丝丝若有若无的微妙联系。 此时,心灵迷宫之中只剩下神霄天宫。 阴圣之的意识一下子转入到了第二元神。 或者可以说现在整个地狱古堡就已经是他的第二元神。 地狱古堡耸立在星界之中,但是并不是孤孤单单地耸立着。 而是无尽的玄黄光芒汇聚成了一条巨大的盘龙,俯卧在星界之中。 这些,就是阴圣之的气韵,在星界之中的具现。 而地狱古堡,就在这片玄黄光芒的核心之处,沟通着阴圣之的心灵迷宫和星界。 这就是气韵的力量啊。 阴圣之轻叹一句。 没有人会知道,阴圣之就算是刚刚成就弥索。 但是他现在的弥索等级已经达到11级4分的恐怖程度。 要知道,到了11级之后,领域力量的差距也会变得无比巨大。 所以,在11级之中,又分了10级。 从11级一分,到10分。 而当初在对付相取管无那一战之中,康匪斯高等炼金法师,在数十个罗巴中高等法师的帮助下,这才将弥索提升到11级4分的。 而阴圣之现在在气韵的辅助之下,弥索就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 而且,这还只是一个开始,随着气韵汇聚越来越多,阴圣之的弥索也会越来越强大。 我中土对于人道气韵的研究使用,已经有数千年了。 而平等三法师虽然也察觉到了利用人道力量突破限制的法门,但是他们的手段太粗糙了。 人道力量如水,如火。 温和的时候能够承载船只,能够带来温暖。 但是,狂暴都有着毁灭一切的力量。 阴圣之难难自语,所以利用人道力量,宛如火中取栗,宛如怒海操舟。 一个不好,就是引火自焚,或者传毁人亡的下场。 而在阴圣之看来,平等三法师利用人道力量的手段太粗糙了。 毫无顾忌地摧发人道力量,也难怪最后非死即伤。 相反,东窝的道法几乎都是从大齐学去的。 那香取管无的做法就聪明多了呀。 不过,以东窝的国力气韵来说,顶多也就只能支撑香取管无成就十二级的弥索, 也就是说力量等级达到了十五级。 注意,弥索等级和空间等级是一样的,但是和站立等级不同。 六级站立的,已经是正式法师,然而只有铸造魔宫,才是一级领域。 而新弥宫和星桥,根本算不上领域力量。 同时,弥索是领域力量和空间等级虽然一样,但是规模就不可能相提并论了。 一个异度空间,可能只是九级,但是有着数万里的规模。 而再厉害的领域,哪怕是大法师的弥索,也没有可能笼罩数万里去。 所以说,相取广无强大的真正秘密在于气韵啊。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殷盛之和东南总督千金陈灵燕拖延了数月的婚礼。 由于殷盛之此处出国远征,恢复象林等蜀国,立下不实功勋,威望再次水涨船高。 以至于此次殷盛之的婚礼,越发变得隆重了起来。 甚至随着殷盛之天命在身的消息被越来越多人知道,也让越来越多的势力投向了西南总督府。 以至于,让殷盛之的力量更加高涨了起来。 而这场婚礼的意义自然是极其重要,然而对于殷盛之来说,却是无聊得很。 因为,在这场婚礼之中,除了像是一个提线木偶一般的完成各种繁杂的礼仪之外,其他真的没有什么好操心的。 而这些繁杂礼仪也许对于有些心存叛逆的中二来说,简直劳民伤财,太无必要,完全就是折腾人。 但是殷盛之好歹底子也是儒家弟子,自然知道,这些礼仪绝没有那么简单。 其实很多时候,仪式感本身,就已经非常,无比的重要了。 很多时候,一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就在于看人赋予,没有赋予其意义。 而这个赋予其意义的过程,就是仪式,就是礼仪。 殷盛之这个婚礼的规模,几乎完全按照皇帝娶皇后的来操办。 几乎可以说是一场登基的预演。 已经提前告诉天下人了他的野心,或者是雄心壮志。 而各方参加势力的表现,也代表了大齐内部的认同。 东南总督陈明川,中州总督杨祝虎,亲自前来参加婚礼,表明了这两阵的态度。 而北地总督陈孙晓,虽然没有亲自来,却也派来了侍者,不仅前来参加婚礼,并且暗中表示了一切为因圣之马首是瞻的意思。 一时间,大齐五阵,就有着四阵,有着拥戴殷盛之的意思。 当然,张丘尘却是绝不认同的,甚至在府邸之中大骂乱臣贼子,几乎气得吐血。 消息传入宫中的永平皇帝耳中,既是快意于张丘尘吐血,又是愤怒到了极点。 在他心中,殷胜之和张丘尘一般,都是逼迫君父的乱臣贼子。 可惜,他现在已经什么都做不到了。 而在殷胜之和陈灵燕新婚数日之后,随着各方宾客的渐渐离去。 这场意义重大的婚礼,似乎这才开始落下帷幕。 总督府上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殷胜之当然闲不下来。 他的总督府门外每天都有着一大堆人等着求见。 这些人很多看起来不起眼,其实都是当地的头面人物,在地方上有着强大的实力或者影响力。 而说不定多接见一个,多归心一个,那么殷胜之的力量就能够增加一些。 而大骑正是由这些大大小小的势力所组成。 第五十三章,气运大涨。 一直在忙碌到天黑时分,殷胜之正准备休息一下的时候,忽然轻移了一声。 感觉到了自己的气运居然一下子水涨船高,增加了几乎一半。 出了什么事了? 这让殷胜之为之恶然。 气运小道也。 这是许多修行高手的说法。 甚至因为这方世界,有着魔精,有着法师力量的存在。 虚幻的气运。 不足以对抗能够直接干涉现实的伪力。 所以,气运一道越发衰落下去。 哪怕你坐拥天下,万成之君。 气运恢弘,镇压四方。 然而,一道根本不受气运干扰的法师法术轰下,也只有被轰杀成渣的下场。 然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到了殷胜之现在的修为、地位。 气运一道,忽然又变得极其重要了。 尤其是当殷胜之这样的修行者,在获得强大的气运之后,那就更不一样了。 当年平等三法师,在法师之路走到绝路之后,还不是发展平等运动,想要借助人道伪力,突破更高的法师层次。 他们成功了,成功地突破到了前五古人的圣法师境界。 但是,最后他们也失败了。 因为他们的境界是借助人道伪力,也就是气运而突破,自然和人道气运纠缠在一起。 当平等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平等三法师自然水涨船高,借着这庞大气运,突破到前五古人的境界。 但是,当平等运动最终失败,平等三法师就受到牵连,非死即隐。 虽然平等三法师失败了,但是并不是气运之道不成。 而只是平等三法师对于气运之道了解得太少了。 论其真正理解掌握气运之道的,还是在大旗,在中土。 因圣之脸色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来,尽管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的气运陡然暴涨,但是这总是好是不是吗? 气运增加了几乎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的数量,可差不多就是一个西南总督府啊。 要知道,一个西南总督府,七州数百郡县,上千万的百姓,数万的大军,总共加在一起,才这么多的气运。 而因圣之另外三分之二的气运,来自于东南、中州总督府的支持,再加上其各种前势力,还有天下人心对其的期待。 没错,如今因圣之大事已成,单单只是西南总督府的力量,也只是构成了他气运的三分之一。 还有三分之二的气运,却几乎都可以说是其声望。 甚至可以说,因圣之现在的气运已经彻底地压倒了神都方面。 而现在,到底什么事情,才能够让自己的气运一下子增加这么多呢? 因圣之猜测不透,不过他也并不打算去猜。 这么大的事情,应该很快就能够水落石出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忽然有则侍卫通报,又来了几位道人,前来求见总督大人。 因圣之微微哦了一声,心念电传,已经明白了过来,不动声色地道。 看来气运暴涨应该和这些道人有关系了,他们是代表先门来的?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气运暴涨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果说明面上,大齐五都的力量最为强大的话。 那么在暗地里,先门的力量却是最为强大的。 因圣之想了想,还是把刚刚拿起的纸笔放了下来,道,快请,请到会客听序话。 确实自嘲一笑,如今他虽然赶不上周公所谓的一目三桌发,一饭三图补,却也差相仿佛了。 梦中前世,古老传说之中,当年周公东征,平定三淑之乱,灭东南五十国,真正的奠定周朝的江山的时候,就是这么不断接近各地的闲人,安抚地方的。 幸好,殷胜之是大法师,就算是十天半月不吃饭,不睡觉,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不一刻,当殷胜之走到会客厅门前的时候,忽然轻轻移了一声,脚步顿住,停了下来。 他的脸色变得极其严肃,眼中微微有着阴影闪过,身形似乎想要向后退去。 看看四周,所有的护卫们都丝毫没有发现半点一样。 殷胜之心内微微苦笑,面对这种极数的高手,再多的护卫又有什么用处? 如果对方真的心存不良的话。 不过,按照道理来说,这等高手应该不会是来找自己麻烦的。 他想到了仙门有人来了,却绝对没有想到,仙门居然连这种极数的高手都给派了出来。 传说中的阳神真人,尽管殷胜之大概清楚,不会有危险。 但是到了他现在这种身份地位,面临能够威胁到他的人的时候,心中还是涌起戒备。 心中轻轻一叹,面色不动声色,已经地域古堡,已经准备发动。 确实微笑开口说道,想不到居然是两位前辈前来见我,晚辈姓何如之。 我等老朽不过吃掌,如何赶成前辈? 生玄子,玄阳子见过总督大人。 两位道人站了出来,看起来顶多不过中年,却自称老朽。 更惊人的是,他们身周都有着一圈淡淡的金光,硬衬得两人如同神佛一般。 这是纯阳的力量。 阴圣之闪身躲开,环礼说道,两位前辈太过客气了,晚辈不敢受此大礼。 元神真人都半步跨入到了仙人境界,而阳神真人已经可以说是实打实的仙人了。 而且,如果殷圣之没猜错的话,这两位阳神真人应该正是传说之中,中土仙门之中引誓不出的真正高手。 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讲,殷圣之都不可能大模大样地受这两人毅礼。 西南总督受不得我等大礼,不过圣王却不一样了。 其中一个阳神真人微笑说道,殷圣之目光一宁,心中震动,口中淡淡地笑道,圣天子在上,我等身为臣子,尊王攘仪。 那阳神真人却是不以为意地道,皇帝虽在,天子无踪。 大人又何必客气? 殷圣之哈哈大笑,笑而不答,请请请,两位前辈请进来说话。 这时候,殷圣之已经确定两位阳神真人并不是来找他麻烦的。 这就足够了。 第五十四章,阳神真人。 两位道人也不多说,含笑起手,跟着殷圣之再次走入会客厅之中,分兵主坐下。 却不知道,两位前辈千里迢迢,来此见晚辈有何事? 其实只要吩咐一声,晚辈自然会去求见前辈的。 殷圣之貌似诚恳地含笑说道,如果单单只是两位阳神真人,并不会让殷圣之这种态度。 但是,殷圣之知道,眼前这两位阳神真人这般出现在自己面前,代表的可能不只是他们两个阳神真人本身,更可能的是代表了大齐先门的态度。 而在大齐,这也许就是最为强大的一股力量了吧。 由不得殷圣之不放低姿态。 我等是来祝贺总督大人开疆拓土,杨国威于异域,并且斩杀了乡取广无的分身,解决了我中土大患。 只是如今,北方突发人依旧在伊凡杀鸡的指使之下,蠢蠢欲动,寄予我神州土地。 却不知道,总督大人有何想法? 什么想法? 我是西南总督好不好,可不是西北总督。 殷圣之心中吐槽着。 而且,现在我还在远征西洋诸国,你们偏偏问我遥远的西北之事,让我怎么回答? 当然,殷圣之对别人可能会这么说。 但是他肯定不可能这么敷衍这两位。 毕竟,这两位阳神真人出现在他的面前,很可能代表的是先门的集体意志,集体态度。 所以,殷圣之笑了起来,道,原本晚辈有一个对付伊凡杀鸡的人计划, 只是没有绝对把握。 不过两位前辈来了,那就再好不过了,这次就有了十成十的把握了。 至于,突发人,殷圣之提也没提。 快到天明时分,两位阳神真人满意而去。 没有人知道,今夜前来拜访殷圣之的,看起来平平常常的两位道人,居然就是中土仙门之中最为厉害,镇压气韵的阳神真人。 也就是普通百姓口中所说的仙人。 殷圣之能够感觉到,随着这两人满意离开,原本暴涨了一半的气韵,居然再次暴涨了起来。 他心中明白,对自己的考验算是过关了。 开始时候,仙门对他的支持还是有所限制的。 但是他通过了两位阳神真人的考察之后,仙门对于他支持力度就再次加强了。 殷圣之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来,只要得到仙门的支持,殷圣之就将成为整个大旗最为强大的存在。 此时,天柱就要彻底成形,巨大的撕扯之力,将大旗四方的气韵都不断吸扯过来。 以至于神都天柱的都已经变得风雨飘摇,不断崩塌,一团团气韵被西南天柱吸取而去。 此时,殷圣之如果举兵前往神都,入主朝堂,登上皇位的话,已经没有半点障碍。 但是,殷圣之微微摇头,时机不对。 这个时候,举兵上落虽然会成功,但是却不是最佳时机,也会给他的光辉名声留下污点。 就好像是选择成为大法师的时机一样,他要选择一个最好的,能够起到最大作用的时机,入主朝堂。 所以,现在不急。 他在等着树上的果子彻底成熟。 而现在,殷圣之手中拿出了天柱龙气图。 可以看到,图中的大典龙气天柱越发壮大了。 此时,图中的时间又已经过去了数十年。 异度空间之中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 按照殷圣之前世某些前沿物理学的说法,时间可能就是物质运动的结果。 而异度空间,非是物质世界,时间自然过得极快。 此时,大典王朝已经度过了二百余年的光景。 此时,和共时代构建的平衡依旧在持续着,维持着正局的稳定。 而就在这个时候,顺天皇宫深处,一座寒有人往来的清静院落之中。 殷圣之的意识重新降临在了正在闭幕修行的昔日的天宝皇帝,如今的天宝道人身上。 此时忽然张开了双眼,然后轻轻敲响了身边的钟庆。 清脆而又悠扬的响声传了出去。 片刻之后,就有着几个内奸捏手捏脚的推门走了进来。 低声道,太上皇爷,你醒了。 皇上在外面等候多时了。 不见,我早已经是世外之人,如今只是暂戒皇宫其身而已,朝堂人间之事,我自然不会再管。 有事,就让当今皇帝自己解决吧。 某家要出去云游一二。 说着,一挥衣袖,居然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剩下身后的几个内奸,恍然叫道,太上,太上。 叫声之中,殷胜之早已经出了皇宫。 皇宫大内,气韵森然。 换了其他人,就算是修行在强大十倍,也修想着本来去自如。 但是殷胜之是谁? 更不要说,还有苍龙碧这种宝屋了。 所以,这出入大典皇宫对于殷胜之来说,简直就是出入无人之境一般。 此时的大典依旧强盛无比,甚至还要更加强盛。 只是回头去看皇宫,却有着丝丝的摔颓之气。 却是王朝虽然强盛,但是皇权却一再受到挑战。 大典天下,经历了两百多年之后,早已经形成了强大无比的文官集团, 已经可以压制皇权,几乎做到了让皇帝诏令不出皇宫的地步。 而此时,已经是大典皇朝已经度过了二百三十余年了。 到处田地开垦,人烟稠密,商旅往来频繁,百姓安居乐业。 已经是自古皇朝之中的罕见的盛世。 而和其他王朝顶多持续个数十年的盛世不一样, 大齐的这种盛世,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 从天保年间,一直持续到了如今。 可以想见,民间财富的积累到了何等程度。 而殷盛之就行走在城市街巷,村庄小镇,无人荒野, 见识到了大典上下的一切种种。 量变似乎有着引发质变的迹象了。 殷盛之喃喃自语地说道, 财富的累积,快要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 商业的发展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 也不知道,这方世界会诞生所谓的资本萌芽, 还是走上另外一条有着东方特色的道路。 殷盛之翘首以盼, 这也是殷盛之这一场试验所想要观察到的内容。 但是,只是次要内容。 他现在所想要看到的并非是社会的发展, 而是修行界的变化。 第55章,图中演化。 他一袭青涩道袍, 游走在大旗各处, 观察大旗事情, 看起来似乎真的好像只是一个普通的道人一般。 只是比较特殊的是, 没有人能够确切看清楚他的年纪。 看起来既像是二十多岁, 又像是四五十岁, 主要是经历太多, 所带给他的那种气质, 围绕在身旁, 以至于让他看起来再年轻, 然而也不会以为他真正的年轻。 此时, 殷盛之就跟着一群百姓, 正要渡过一处渡口。 听说官府已经准备在这附近修桥了, 到时候, 我们就不用坐渡船, 而是直接过桥了。 嗨, 你们想得美。 官府什么时候有钱了? 我听说, 还是官府请那几个大户人家出钱, 修建桥梁。 不管谁出钱, 只要把桥修好, 方便我们出行就好。 有人不在意的道。 然而却有年轻少年, 不解地问道, 爹, 书上不是说, 官府治理百姓吗? 百姓税赋都交于官府, 为何官府会没钱? 反而找大户人家出钱修桥铺路。 这父子两个都是做读书人打扮, 而那父亲显然也不是一个寻常雍儒, 眼神灵动, 有着智慧。 此刻, 听到儿子询问, 不由笑道, 我问你, 一年种地, 能够收入多少钱? 我家良田百姆, 一年收入也不过数万钱而已。 那少年不假思索地答道, 这方世界白银不足, 所以依旧是青铜纸币为主。 那你叔叔家经商, 一年多少钱? 孩儿不知, 但是数百万钱应该是有的吧? 那你现在可明白了? 好像有些明白了。 那些大户人家经商, 也确实有钱, 只是官府为何不向商人征税? 少年奇怪地问道, 他的父亲还没有说话, 旁边一个人已经笑了出来, 道, 小公子有所不知, 官府如何不想向商家征税? 只是如何个征法? 百姓土地多少, 贫瘠还是富饶, 一年年成如何, 该缴纳多少税付, 一眼就能够看清楚。 那商家走南闯北, 一年到底营胜几何, 谁又能知道? 官府只能约莫着收税, 收得重了, 百叶凋敝。 收得轻了, 那商家自然就肥了, 这一番话说出, 那少年啊的一声, 道, 原来如此, 多谢先生指教。 刚才说话, 不过只是普通人, 此时被称之为先生, 连道不敢当不敢当。 殷胜之在一旁听到这般谈话, 微微点头。 这人不过寻常贩夫走足, 然而却当真有点见识, 说中了古典社会的一个顽疾。 那就是以古典王朝的行政能力来说, 根本就没有可能准确估算商人利润的能力。 而且, 商税实在太过复杂了。 所以, 自古讲究清静无为, 实际上是懒政的官府朝廷, 往往干脆就讨厌商人, 压制商业, 把赋税的大头给定在土地田母上。 当然, 这也只是原因之一, 其中还有更加复杂的原因。 而现在, 大典朝廷经过数十年的适应, 再加上殷胜之背地里的推动, 渐渐地已经开始拥有了计算, 征收商税的能力。 这也是大典王朝如今已经能够保持强盛的原因。 当然官商勾结, 官员亲眷, 经商之类的事情, 更加严重, 也是商税收不上来的, 官府没钱的很重要原因。 殷胜之这时候, 却是微笑开口, 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朝廷税法的关系。 朝廷将赋税的大头都给收走, 地方只留下三成, 又如何够地方官府使用? 啊, 朝廷为何把那么多钱都给收走? 留在地方, 修桥铺路, 赡养穷困岂不是更好? 棋子不解。 不过强本若知之菊尔, 地方官府财权太大, 就有着和中枢朝廷讨价还价的权利。 甚至做使地方权力大增, 威胁到朝廷权威。 这么大的国家, 若是各个地方都有着反抗中枢的权利, 整个天下岂不是分崩瓦解? 殷胜之淡淡地笑道。 那书生听得浑身一抖, 这点事情知道的人不少, 但是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谈论此事的递竟不多。 这道人是什么? 居然敢在此处揭示这些? 那少年听得就为难起来, 问道, 啊, 这事情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了吗? 能不能让地方上有钱办事, 朝廷中书同样保证权威的法子? 这种事情, 莫说是古典时代解决不了, 就算是梦中前世, 科技发达的时代, 依旧不能解决。 此事前人还没有办法解决, 说不定就留在而等日后, 长大解决了。 殷胜之善意一笑, 对旁边的小小少年说道。 却不知道, 这随口一句勉励, 顿时让这位少年日后发奋读书, 考中进士, 日后入朝为官, 发誓解决此事, 当然一切都是后话了。 却说就在此时, 渡船已经行到江新地带, 忽然之间将水湍急起来, 带着渡船打转, 让整艘船上的乘客都惊慌起来,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道是江中有妖怪作祟? 如今国力昌盛, 人烟稠密, 又哪里还有多少妖怪欺身之处? 更不要说, 这个行人往来极多的渡口了。 若是真有妖怪, 不说早就有修行者二话不说, 跳出来降妖除魔, 就算是官府也不会放过, 或者调动兵马, 或者直接请来修行之人。 总之, 绝没有妖怪的好下场。 所以, 当真没有几个人会去想, 到底是不是妖怪作祟? 船只在江上打横, 再这么下去, 满船之人怕都是要为了江中渔鳖。 然而这个时候, 殷胜之终于出手, 却是不动声色, 脚下轻轻一跺。 就有着一股距离震碎了江中的漩涡, 让渡船摆脱了危机。 然而却在这时候, 从远处江中飞出一道紫黑色的光芒, 向着西南方向惊天而去。 紧接着, 就是一道清白见光闪烁, 居然追了上去。 两者一追一逃, 宛如两颗流星划过天边, 眨眼不见。 确实刚才, 居然有着两个修行者, 在江中斗法, 波及到了渡船。 好大胆子, 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差点误伤无辜。 刚才那读书人气得发抖, 口中叫道, 这些修行者太放肆了, 朝廷不该这般纵容他们。 第五十六章, 正邪之分。 因圣之心中一动, 听着读书人的语气, 看来, 这种事情发生的不少了。 既然修行者敢频繁地 在普通人眼中出现, 甚至斗法。 这说明了, 如今的修行者们 确实有些肆无忌惮了。 也说明, 如今修行者的力量 一定很强大了。 满船人丝毫都没有发现的情况下, 因圣之已经从船上消失, 向着那两道光芒闪过的方向 追了过去。 拦到人, 修走。 左侍英一路追着魔教兰道人数百里, 终于飞入这罗云山之中, 眼见着地广人稀, 再不用担心动手起来会伤及无辜, 立刻抱贺一声, 使出杀招。 剑光暴涨, 宛如长虹, 虽然的剑气已经直袭过去。 前面的兰道人 有些气急败坏, 这些名门正派的修士 简直是讨厌至极, 一旦遇到他们这些旁门左道的修士, 就要赶尽杀绝。 天可怜见, 他兰道人虽然修炼的是旁门左道的功法, 但是, 却也是一心清秀, 可没有出去祸害过任何普通人的。 再说了, 当今朝廷官府的力量如此强大, 还有着供奉道官, 那个邪派的家伙会自己作死去招惹。 所以, 此刻兰道人口中叫道, 乌纳道人, 何必相间太极, 我等无仇无怨。 哼, 正邪不两立。 我是正派, 而是邪派, 我便杀你, 也是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 是替天行道。 左侍应一脸正色, 理所当然的道。 官府的供奉道官, 不也修的是刚煞之法, 你为何不去找他们的麻烦, 只敢来追杀我等。 说什么正邪不两立, 分明是只敢欺负我们这些软柿子。 左侍应听了冷喝一声, 好你个邪派道人, 居然还敢狡辩, 那命来。 确实根部就不再和人讲理, 见光继续, 就要直接把蓝道人给斩鱼见下。 然而却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蓝道有, 我早就和你说过了, 这些正派修士, 根本就是不讲道理, 不分青红皂白, 就是要对我旁门修士斩尽杀绝, 如今你可相信了。 话音之间, 一团黑色云雾陡然从山林之间腾空而起, 向着左侍应袭来。 居然有埋伏。 左侍应剑光一动, 飞剑已经飞回来护体, 化为一道淡淡的剑光, 护主周身。 黑色云雾撞在剑光之上。 剑光暗淡收敛, 那左侍应一连在半空退出石树杖, 这才重新站顶。 然而他的背后, 陡然出现一团火光, 轰在了左侍应已经暗淡的剑光之上。 即使是原神剑修, 这个时候也承受不住, 扑斥喷出一口血, 落在了地上。 但见半空之中, 一团火光化为了一个红袍道人, 一团黑云化为了一个黑袍道人, 再和那位所谓的蓝道人一起, 顶足而立, 却是同样落下, 将左侍应围住。 蓝道人脸色复杂, 道, 我原本还不相信, 这些正道之人, 居然如此丧心病狂, 今日所见, 却是真的了。 左侍应, 我问你, 为何如此? 左侍应冷笑一声, 根本就不屑于回答。 正派斩杀邪派, 此事本就天经地义, 就好像兵捉贼一般, 又有什么好回答的呢? 顶多一句, 我是正派, 你是邪派, 那就够了。 就好像那句话, 我是兵, 你是贼, 就能解释一切。 某今日不小心落入而等陷阱, 无话可说, 只有以身殉道了。 左侍应冷笑一声, 剑光一绕, 已经彻底爆发, 虽然剑光像是一团光球一样的, 向着四面八方刺去。 不论是草木岩石, 在这等爆发剑气之下, 脆弱的都和豆腐没有任何区别, 转眼间, 已经是千疮百孔。 而三个邪教高手, 在这一刻, 却也是怒吼连连, 拼命抵抗着左侍应最后的拼命攻击。 远远的殷胜之看着这么一幕, 丝毫没有插手的意思, 反而摸着下巴, 笑道, 有意思, 有意思, 想不到这方空间的修行界, 居然发展成如此正邪对立的局面。 而也就是, 在殷胜之喃喃自语的时候, 战斗已经结束。 能够飞天遁地的, 在骑马, 也都是原神高手。 这三位邪道高手, 围攻那左侍应一个, 就算是左侍应最后爆发, 也只是伤了蓝道人, 就已经被一道火光正中胸口, 烧成一团焦炭。 一团光芒从焦尸身上飞出, 却是左侍应的原神, 想要顿走。 然而同样一道火光烧过, 直接就把原神炼化, 让左侍应魂飞魄散。 你干什么? 蓝道人又惊又怒, 杀人也就罢了, 如何连原神也不放过? 放过他原神? 回去通风报信, 然后他们派中高手进出, 再来追杀我等吗? 红袍道人淡淡地道, 这一句话, 就让蓝道人说不出话来。 的确如此, 这些正派高手, 你不惹他他还要惹你。 更不要说杀了他们的人, 恐怕一旦泄露出行迹, 他就是要被正道之人 追杀到天涯海角去了。 蓝道人长叹一声, 这些正派之人, 到底为何要处处和我等为难? 此时, 已经不是疑问, 左侍应都死了。 这时候, 更多的是给自己抬阶下。 然而偏偏却有人回答道, 因为尔等修行的是刚煞之法。 什么人? 这声音并不是三人之中任何一个人发出, 顿时惊动了这些派三人。 此时他们刚刚杀了一个正派高手, 正是心虚实刻, 听到陌生的声音, 难免惊惧。 却看到阴圣之笑吟吟的露出身形来, 那红袍道人杀心最重, 冷喝一声, 就已经扑了过来。 红袍抖动之间, 整个人似乎已经化为一团暗红色的霸道火焰, 锁过之处, 草木巨坟。 而且这火焰之中, 似乎居然带着一种骇人的毒气, 若是普通人, 就算是数百米之外, 都有可能被波及, 毒死。 哦, 居然是一种毒火元神, 有点意思。 眼见着那霸道的毒火就要烧来, 然而阴圣之只是轻描淡写的一指, 那红袍道人周身火焰全消, 整个人呆立当场, 眼中露出一种不可思议的神色来。 而蓝道人和那黑袍道人见到这般场面, 此刻更是寒毛直竖, 不寒而栗。 那红袍道人的本事在三人之中最高, 然而在阴圣之手下, 却是一指就被制服。 第57章, 绝是魔头。 如此看来, 阴圣之的修为如何? 岂不是到了传说之中的仙神之境? 随手置住了这红袍道人, 阴圣之像是做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一般, 淡淡地继续说道, 修行贵清净, 而你们修行刚煞之法, 就为了清净之指。 所以, 正道之人, 容不得你们。 当然了, 更重要的, 修炼刚煞之法要比清净修行容易得多。 只是, 所有人都去修行刚煞之法, 又有何人修炼清净之道? 阴圣之淡然地说出了他们的根本矛盾之一。 当然, 实则正派和邪派之间衍生的矛盾数不胜数。 而阴圣之之所以清楚, 实在是太简单了, 因为他就是始作俑者。 因为就是阴圣之把刚煞之法传入这方空间之中来的。 这方空间现在已经变成了阴圣之的实验空间, 他的很多想法都在这方空间之中进行试验。 不仅是人道方面的实验, 同样有着修行方面的实验。 他想要试试, 如果任凭刚煞之法的发展下去, 有没有可能成熟到能够对抗法师体系。 而现在看来, 这方空间过了百十多年, 刚煞之法已经有了很长足的发展。 比如, 这红袍道人的独火元神, 就是阴圣之所未见。 反倒是黑袍道人和蓝道人的采取的燕障, 纪练元神, 倒是很平常。 看来, 这方世界的刚煞之法, 随着传承开来, 渐渐地百花齐放, 发展得越来越多。 而显然, 这方世界的原本修行门派, 在没有外地压迫的情况下, 很难接受刚煞之法的大规模传播。 所以, 和修炼刚煞之法的旁门左道起来冲突。 殷胜之的一句话, 就让这三位邪派高手默然无语, 他们都不是笨蛋, 自然知道, 这一旦涉及到了理念, 涉及到了路线之争, 就彻底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了。 一时间, 蓝道人都有些灰心丧气, 若是正派下定决心, 绝不放过他们这些邪派的话, 那么他们该何去何从? 殷胜之笑了起来, 这正是他现身而出的目的, 他淡淡地道, 所谓的正派, 看起来是大, 是因为他们团结在了一起。 而我们这些修炼刚煞之法的人, 若是组织在一起的话, 哪里还用害怕他们正派? 成王败寇, 到时候我们势力强大, 压制正派, 那时候到底谁是正谁是邪, 还真说不定。 这一席话说的三人如梦初醒, 也是啊。 他们之所以害怕正派之人, 是人家正派有着门派, 很多传承都几百上千年了, 人多是大。 而大多数修炼刚煞之法的人, 都是些散修, 都是些得不到正宗传承的, 所以才不得走上这条路子。 所以, 修炼刚煞之法的, 都是一盘散沙, 自然被有组织的正派给追着打。 但是, 如果他们这些邪派组织起来呢? 到时候, 不说压倒正派, 起码正派再不敢如今天一般, 肆无忌惮地打杀邪派之人了吧。 终究还是有聪明人, 那黑袍道人就反应过来, 道, 此事需要威望高, 修为高的人挑头才行。 前辈修为高深莫测, 我等愿意追随前辈, 一起成此大事。 其他两个听了, 也反应过来, 叫道, 我等愿意追随前辈。 心中都是大喜, 殷胜之如此厉害, 如果能够当他们的靠山的话, 那还怕什么正派追杀? 殷胜之微微一笑, 表示赞赏。 不错, 他之所以站出来, 就是这个目的。 抱团本就是人之天性, 就算是今天殷胜之不出现。 早晚有一天, 那些邪派之人被正派逼急了, 也会自发地组织起来, 和正派对抗的。 而殷胜之要做的, 就是推上一把, 加快这个进程。 无可否认的是, 正派的清净修行之道, 才是正理, 才是能够真正修行大道的功法。 但是, 殷胜之需要的可不是这个。 他需要的是一种威力强大, 能够和法师之道全面抗衡的修行体系。 光凭自然演化, 这速度着实有些慢了。 所以, 殷胜之就要亲自下场, 推波助澜。 好好好, 既然你们都有心, 那么老祖我今日就在这罗云山立教, 而等都是我罗云教的护法。 这名字起的还真是随意啊。 幸好, 这个时候, 殷胜之凭着强横莫测的本事震慑了三人。 他们此刻处在一种经历大事的震动和恍惚之中, 可没有心情去吐槽。 老祖, 不可。 这罗云山距离正道玉华派不过数百里, 实在是太近了。 若是玉华派有意前来找我等麻烦, 就有些不妥。 是啊, 我们还是换个地方立教吧。 这罗云山什么都没有, 不过普通荒山而已。 修行者也需要资源, 不论是正道修士还是邪道修士都是一般。 而且, 邪道修士采练刚煞, 需要的资源反而更多。 而罗云山灵气普通, 也无地煞, 甚至离正道大派太近, 确实不是什么好立教之所。 黑袍道人最是热心, 道, 是啊, 老祖, 先换个地方再说。 我等各自都有修行的好友, 我们可以去把消息传出去, 拉拢这些修行好友, 一起聚集在老祖麾下, 共抗正派。 殷盛之笑了, 道, 何必如此麻烦, 就在这罗云山了。 至于让人投奔, 那就更简单了, 就让老祖, 我出手去做一个广告, 不就成了? 广告? 可是广而告之之意。 蓝道人其道? 没错, 正是此意。 诸人面面相去, 却是不知道, 这个广告该到底怎么打。 莫非是逢人便说, 罗云教建立起来了吗? 殷盛之语气平淡地道, 至于玉华派嘛, 正好是老祖打广告的对象。 只要老祖, 我将玉华派给灭了, 还愁没有人前来投奔吗? 此时, 殷盛之相集了不少小说电影之中的爵士大魔头的形象。 玉华派就在永江之畔的玉华山上, 距离永江之畔的永阳城, 也就不过只是二三十里地而已。 永阳自古名城, 人口众多, 富裕繁华。 而这玉华派, 几乎就建在永阳城外, 如此已经可知道, 一是中土大地上人烟稠密, 已经没有多少让人引顿的空间了。 其二, 更重要的是, 如今的修炼仙门渐渐入室, 和世俗连接的, 却是越来越紧密了。 第五十八章, 剑挑玉华。 比如玉华派, 就和当地官府的关系颇为不错。 许多玉华派的弟子, 学成下山, 往往投入到官府之中, 为官府做事。 所以, 攻打玉华派, 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搞不好甚至会引来朝廷官府的打击。 更不要说, 玉华派是正道大派, 其中高手如云, 又哪里是一个人所能挑战的? 只是, 殷胜之自有主意, 根本不听黑袍道人等三人的劝告, 直接向着玉华派杀来。 蓝道人等三人远远看着, 心中多少有些忧虑。 这时候刚刚认识, 说是对于殷胜之这个老祖有多少忠心, 当然谈不上。 但是, 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厉害靠山, 当然不愿意失去。 不过跟着殷胜之一起杀上玉华派这等鲁莽举动, 不论从哪方面来说, 在他们看来, 就都是作死。 好在殷胜之也没有强求他们跟着一起杀上玉华山去, 所以他们就在这咏阳城之中, 远远看着, 一旦情况不对, 三人立马拍屁股就逃。 而在他们复杂的目光之中, 殷胜之已经大辣辣地直上玉华山。 玉华山, 原本算不上太高, 但是灵气阴晕, 正是所谓山不再高, 有先则灵的典型。 而山上有着道观, 那就是玉华派的外门, 经常就有咏阳城之中的富贵之人, 前来上香。 殷胜之一身轻袍, 腰间长剑, 就那么副手悠闲, 向山上而去。 这些知客道人, 都是经过专门培训, 眼光毒辣, 什么样的贵人没有见过。 尽管殷胜之只是独身一人, 然而身上那种气质, 就足以让人分辨出, 其非是普通人了。 自然没有不开眼的人, 敢前来拦阻, 反而好言好语地招待, 要带着殷胜之前往大殿上香。 只是他们不知道, 殷胜之虽然不是穷鬼, 但是却也绝非他们的贵客, 而是存心前来找麻烦的。 此刻, 知客道人请他入大殿上香, 殷胜之却不进去, 站在殿门口, 昂然按键, 道, 罗冲销何在, 让他出来见我。 那知客道人脸上顿时一变, 要知道罗冲销可是玉华派的掌门。 殷胜之直接说出罗冲销的名字, 而且口气不善, 显然来者不善。 不过他也机灵, 并没有当场和殷胜之翻脸。 敢直接称呼玉华派掌门名字的人, 再狂妄, 也不是一个小小之客能够对付的。 所以, 他脸色一变, 急忙道, 前辈稍等, 我立刻去通知掌门。 殷胜之点点头, 也不去拦阻, 就让那知客道人回去通知了。 不一刻, 就有十多位道人, 恶行恶相地冲入进来, 口中大呼小叫, 而是何人, 敢来我玉华山找麻烦? 一句话没有说完, 就被殷胜之袍袖一挥, 剑术如同滚地葫芦一般地摔飞了出去。 这些护法道人, 说白了, 就是玉华派找来的一些江湖恶棍, 地方疲赖之流, 专门应付上门恶客的。 你别说, 这些人有时候还挺好用。 甚至有时候, 在某些场面, 比元神大高手出面都还管用得多。 但是这次, 他们却踢上铁板了, 被殷胜之一袖子给打飞出去, 立刻惹得玉华派震动, 真正的高手终于出面。 这次也是十多个道人, 不过却都是长身玉立, 气度非凡, 已经是玉华派的正宗弟子了。 前辈何人? 为何前来我玉华山找事? 殷胜之哈哈大笑一声, 老祖我修炼刚煞之法, 正是儿等眼中的邪派之人。 你们不是常说什么, 正邪不两立吗? 所以, 老祖我今天就杀上门来了, 让罗冲销出来, 和我一战。 说着, 依旧是一挥袖子。 可怜这些都是玉华派的正宗弟子, 修为不弱, 在江湖上也能够闯出字号。 却怎么也都没有想到, 居然落得和那些恶棍混混一个下场, 都是被殷胜之一袖子给挥飞了出去。 殷胜之可没有闲心一层层闯关, 把这些弟子打飞出去之后, 口中已经叫道, 罗冲销, 出来见我, 可敢和老祖我一战? 口中叫着, 手中已经毫不容情, 一道煞气再去手中冲出, 半空之中就已经幻化成一头猛虎, 向着半空中扑了过去。 但听咔嚓一声巨响, 山间无数山蓝云气被震得粉碎, 露出幻震之后遮掩的玉华派的真正山门。 好, 一个兵家煞气, 居然已经能够俱化成形, 难怪赶上, 我玉华派来撒野。 随着一声冷喝, 已经有着一位看似年轻, 同样轻袍的道人手中一道剑光, 展向了冰煞之气所化的猛虎。 殷胜之虽然没有见过此人, 但是以他的掌控整个大典王朝, 再加上这方世界修行界幕后操纵的黑手的地位和身份, 自然早就知道天下各派的情报。 所以他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位手持九华神光剑的道人不是别人, 正是玉华派的掌门罗冲销。 好好好, 想不到罗冲销你居然真的出来了, 倒是有些胆色。 殷胜之笑道。 说实话, 他虽然口口声声地说, 让罗冲销出来和他一战, 但是却没有真的想过罗冲销会真的出来和他动手。 一派掌门, 手下那么多高手可用, 又怎么会轻易自己动手。 何况现在殷胜之表现出来的也不是他真正本事, 更不具有压倒一切的实力。 不过, 不管怎么样, 罗冲销既然赶出来, 那也就是好事。 冰煞猛虎, 彭佛是活的一般, 度过了一件, 一找向着罗冲销抓过去。 这是冰家煞气所化, 只要接触到了一点, 莫说是普通人了, 就算是元神高手, 一个防护不周, 也要非死即伤。 然而, 罗冲销怡然不惧, 手中的九华神光剑一瞬间如同烟花一样的爆散开来, 刺入到了冰煞猛虎之中, 转眼就把冰煞猛虎切割成了碎片。 跟着九华神光剑的光芒, 如同雨点一样向着阴圣之射了过去。 阴圣之当然不会惧怕这一招, 只是嘿嘿冷笑, 嘿嘿, 好一个名门正派, 清静修为。 却不知道, 这等修炼采具精精电光, 修炼剑术和我等修炼钢煞之法又有什么区别? 钢煞之法容易污染元神, 元神贵清静, 修炼钢煞之法之后, 很难再继续攀登大道, 达到更高境界。 第59章, 魔艳滔天。 这也是在主物质世界, 中土大旗的修行者知道, 钢煞之法强大, 但是并没有全部转修钢煞之法的原因。 可以说, 在大旗, 修炼的主流还是清静之法。 然而这方世界, 就算是所谓的正派, 为了抗衡邪派修士, 也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一些钢煞之法的理念, 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比如眼前这位罗冲销的九华神光剑。 这让殷胜之原本打算彻底覆灭, 或者打压正道修士, 以便给邪道修士, 腾出生存空间, 好继续演化钢煞之道的心思, 生出了变化。 正道还是要打压的, 但是却不可过分。 因为他也想要看看, 在邪派的重重重压之下, 所谓的正道又能够有什么进步和变化。 而且, 有压力才有动力不适。 不论正派, 还是邪派都需要有压力。 罗冲销听闻殷胜之的诛心之言, 却是半点神色都不动, 只是淡淡地说道, 我等正道, 不过只是拿这等法术作为护道之术而已, 而你们却当成了原神本来。 修行修的就是长生, 求的就是逍遥。 以而等做法, 就算是逞凶仪式又如何。 原神污染, 不得成仙, 寿数道了, 早晚黄土。 这就是我正道和耳邪道的区别。 殷胜之听了, 不得不承认这些话有道理, 是真正的正理。 这罗冲销是明白人, 一针见血地说出了情况。 但是, 在这方世界, 殷胜之可不是传播大道来的, 他就是想要演化钢煞之法来的。 所以, 这些正道言论, 对他又有什么作用? 殷胜之冷笑一声, 人生在世, 贵在世亿。 但求痛快百年, 不求千载不朽, 我且问你, 你说成仙得道? 这数百年来, 又有谁呢? 一句话, 就像是命中了命门一般, 让罗冲销说不出话来。 只有殷胜之暗笑, 这方空间本来就是截取物质世界的一段历史, 然后演化而成的异度空间。 在这之前, 这方异度空间之中的历史和中土大旗一模一样, 自然有着修行者呈先了道。 但是, 自从从东传图, 也就是范门东传开始, 这段历史就被截取出来, 化为实际空间。 试问, 实际空间之中的力量限制在此, 又如何呈先? 所以, 殷胜之问罗冲销, 这数百年来, 到底还有谁呈先? 这一句话, 就让罗冲销什么话也都说不出来了。 既然都不能呈先, 修炼正道邪道, 又有什么区别? 罗冲销回答不出, 只是他的见光更加灵力。 很多时候, 既然言语说不过人, 那就动拳头好了。 此刻就是如此。 殷胜之好好长笑一声, 手中一转, 居然一道暗红色血光, 化为一头头尾巨拳的长龙, 发出龙吟, 直冲而出。 地煞真龙? 罗冲销骇然大叫。 刚才见殷胜之施展兵家煞气, 就还以为殷胜之已经施展出真正本事了。 却没有想到, 殷胜之居然在施展出了地煞真龙来。 所谓的兵家煞气, 自然是采取军营, 或者战场上两军交战, 互相厮杀的煞气, 而修炼成的一门神通。 修炼出兵家煞气本就厉害, 比那蓝道人, 红袍道人的什么烟杖煞, 毒火煞厉害得多了。 是世上最顶尖的强大煞气之一, 因为两军交战的时候, 煞气冲天, 通常连神佛都会畏惧躲避, 一旦接触, 清静法身受染, 就要陨落。 而地煞真龙, 就是真龙煞, 却是一种丝毫不弱的煞气。 就是强大的神灵等存在蝶血坠亡之地, 有着神灵临死前的怨恨和不甘, 和地煞龙脉之气混合而成的一种强大煞气。 在物质世界, 这被叫做赤血精, 或者真龙煞。 而这方世界的刚煞之法, 都是因圣之这些年, 通过各种手段, 传播出来的, 自然一脉相承。 尽管现在演化的, 已经更加多姿多彩, 但是顶尖的煞气, 却还是这些个。 而阴圣之手中, 却还不只是冰煞, 真龙煞, 更有着地火煞, 星辰煞, 雷火煞, 天冰煞等等等等。 各种厉害煞气, 在阴圣之手中, 层出不穷。 纳罗冲销, 虽然是御华派掌门, 手段厉害, 已经是当时最顶尖的修行高手之一。 然而, 如何是阴圣之的对手? 如果不是阴圣之有意放水, 演练各种煞气的话, 怕是这位御华派掌门, 早就被阴圣之一掌镇压了。 饶是如此, 这罗冲销, 也在阴圣之手中, 没有撑过几招, 甚至连阴圣之手中的煞气都没有看完, 已经支撑不住, 手中的九华神光剑, 都已经煞气侵蚀, 神光不在, 秀气斑斑。 掌门, 我来助你。 眼见着罗冲销的情况不妙, 顿时有着御华派的高手, 跳出来帮忙。 阴圣之不紧不惧, 反而大喜, 道, 好好好, 你们联手来接我几招。 那新跳出来的御华派长老, 也是原神高手。 原本在外看时, 只是觉着阴圣之十分厉害而已。 然而现在亲自和阴圣之交手, 只是一招下来, 心中就已经狂跳不妙。 此时, 阴圣之手中正是地磁煞, 施展出来, 宛如一轮光圈, 沉重如山, 压得那原神真人法器几乎都运转不动, 浑身法力, 几乎都要凝结。 却是和罗冲销联手, 在阴圣之手中也不过只是三招, 就露出了败迹。 一时间, 御华派的高手们纷纷顾布的, 一个个跳出来, 联手对付阴圣之。 然而现在的阴圣之, 化身为爵士魔头, 胸威滔天, 一种种强大无比的煞气, 都在他手中练成神通, 施展出来, 威力无边。 御华派原神高手五六个, 不愧是正道大派, 然而即使他们联手, 在阴圣之手中也讨不得好, 被打得汗流加倍。 一时间, 即使蓝道人等人隔着一二十里, 在咏阳城中相望, 却也看到各种光芒冲天而起, 映照的天际各色光滑灰映。 看起来煞是好看, 然而其中的威力凶险之处, 却是让他们这些内行人, 心潮澎湃, 不能自主。 原本以为阴圣之自寻死路, 一个人闯上玉华山市, 没救了的。 现在远远眺望之间, 殷圣之一个人似乎单挑玉华派上下, 已经逗了两个多时辰, 丝毫不落下风。 这已经让蓝道人等人佩服无比。 第六十章, 改变世界。 尤其是看着各种只在传说之中出现的强大煞气所化神通, 就在殷圣之的手中一一施展而出, 更是看得他们这些邪派之人热血沸腾。 这一战, 就算是老祖败了, 也是虽败犹荣。 红袍道人道, 蓝道人几个连连点头, 确实如此。 一个人单挑玉华派全体, 就算是输了, 却已经足够证明殷圣之的强大。 相信到时候, 根本不用去请, 只要传出风声, 无数邪派高手都会前来投奔。 然而,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随着一道血光闪过, 九华山上咔嚓巨响, 却是围攻殷圣之的诸多元神高手喷血而退。 殷圣之一个人, 已经打败了玉华派上下诸多高手。 哼, 给你们十天时间, 殷圣之淡淡冷笑, 给我搬出这玉华山。 这玉华山老祖我看上了, 要抢来做老祖我的道场, 你们要是不听话, 老祖, 我突变你们玉华派上下。 听到殷圣之的霸道宣言, 原本就已经吐血的罗冲销, 再也忍不住, 喷出一口鲜血来, 你。 殷圣之却不理会, 身形一顿, 就已经飞天而去。 不过只是飞出几里路, 蓝道人三个已经赢了上来, 心悦成福, 老祖威武, 天下无敌。 区区玉华派, 根本不是老祖对手, 我等左道从今有妄矣。 殷圣之哈哈大笑。 玉华派被殷圣之担人挑破, 此事顿时轰动天下。 不论是正邪二道, 闻听这个消息, 都是为之震撼, 感觉不可思议。 尤其是当传说殷圣之给了玉华派十天时间, 让玉华派搬出玉华山。 如此霸道作风, 顿时就让天下正道为之哗然, 一个个正道大派, 纷纷派出高手, 要来玉华山对抗殷圣之这个大魔头。 而同时, 诸多邪道高手听闻此事, 再加上背后有人窜多, 一时间就好像是殷圣之高举起反抗正道的大旗来。 顿时让无数邪派高手纷纷赶到咏阳城, 投奔殷圣之, 要和正道之人决战。 玉华派和官府有着紧密的联系, 就算是打不过殷圣之, 然而却可以用官府的关系, 逼走殷圣之。 却不料, 殷圣之在官府之中的势力更大, 根本就没有人敢管这种事情。 咏阳城的几个出身玉华派的捕头, 刚刚下令要派人积拿殷圣之, 立刻就被下了大狱。 而他们其他各方跟面敌关系, 原本在官府之中可谓是盘根错节, 一向无人能动。 然而, 这一次, 却也丝毫起不到任何一点作用。 官府内部有着更加强大的势力, 将玉华派在官府中的势力一一镇压。 在官方层面上打压不住殷圣之之后, 玉华派也就无可奈何, 只能等待和殷圣之决战了。 而这就是殷圣之的目的, 之所以给玉华派十天的时间, 就是让他们寻找帮手, 就是要让正道之人集结起来。 以此, 殷圣之同样树立起左道的大旗来, 号召天下的左道修士, 尽数云集在他的麾下。 当然, 殷圣之召集的修士, 只是那些修炼刚煞之法, 而没有什么反人类举动的修士。 若是那些练什么白骨藩, 什么生人杖之类, 以诸多活人生命炼制法器神通的那些真正的魔道修士, 殷圣之可是不会招纳的。 甚至, 见到有些过分的, 还会被他亲手铲除。 殷圣之要的是, 集结整个空间之中的修行之士, 将刚煞之法推演到更高境界, 甚至形成完整体系。 更是要让刚煞之法, 和清净修为争夺正道, 也就是修行主流的地位。 而不是藏污耐垢, 收纳那些反人类修士, 把自己的名声搞臭, 真正变成邪教的。 永扬城外, 因圣之暂时所寄居的道观之中, 风起云涌, 每天都有着无数邪道之人前来投奔。 而玉华山上, 正派高手也是来得越来越多。 一时间, 大有风起云涌, 正邪二道全面决战的意思。 后世将此称为第一次玉华论道。 因为第一次时间太短, 双方聚集的人手有限, 而且, 由于种种原因, 双方都有很多高手没有加入进来。 这一战, 自然是正道大败亏输。 玉华派丢了玉华山, 却是不服, 和殷胜之约定, 三月之后, 双方再比一场。 而三月之后的那场比拼, 却在日后称之为第二次玉华论道。 而自从第一次玉华论道, 邪派方面在殷胜之为主导之下, 获得全面胜利之后, 更是号召力大增。 再加上殷胜之为人公正严明, 却又大方, 有着极强的人格魅力。 许多投奔而来的邪派修士, 都受过殷胜之的指点。 而殷胜之对于各种刚煞之法的修炼, 也是毫不藏私。 但凡有人立下功劳, 就直接传授。 如此一来, 殷胜之这个罗云老祖的名头, 响彻天下。 几乎所有的邪修, 都闻风而来, 汇聚于殷胜之的麾下。 第二次玉华论道, 再是邪派大胜。 殷胜之主动提出, 给天下正道三年时间, 三年之后, 进行第三次玉华论道。 而连续输掉三次, 痛定思痛之下, 各大正道门派, 也开始悄悄改变, 更加重视杀伐神通。 而邪道, 更是在殷胜之的引领下, 好生兴旺, 第三次玉华论道, 再是正道大败。 然而, 从此形成惯例, 三年一次玉华论道, 后来改为五年一次。 不过, 不管是三年一次, 还是五年一次, 在殷胜之的引领下, 正道从来没有胜过。 就在正道, 都快要灰心绝望的时候, 罗云老祖却宣布白日飞升。 于是, 就在第五次玉华论道结束之后, 在正邪双方无数高手, 甚至还有官府朝廷所派遣的人员的目光之中, 殷胜之白日化为一道长虹, 突破虚空而去。 从此永远留下不败传说。 而到了这个时候, 在殷胜之的引导之下, 其实经过数次玉华论道, 正邪双方的关系都开始缓和。 很多时候, 接触多了, 分歧少了, 关系就开始缓和了。 再加上, 玉华老祖有着强大的个人魅力, 轮道之时, 就算是正道修士也不吝止点, 点评。 受着罗云老祖恩惠的正道之人极多, 当新生一代的修士们, 渐渐开始接受刚煞之法的理念之后, 正邪两道的分歧就开始变淡。